台方扬言 大陆见机越界就等于第一机 这意味着什么 关于两岸面临的军事冲突风险 大家普遍的认知是发生擦枪走火 或者是台独挑军事件 擦枪走火是基于误判而引发的开火事件 谁会优先发起第一机 也就是谁会打响第一枪 就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行为 考虑到解放军对比台军拥有绝对的军事实力优势 很多人认为台军是没有这个胆子打响第一枪的 自1996年台海军事危机爆发以来 台军方对第一机的全线掌控 一直在防务部门负责人的手上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基层单位 由于误判而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不过两岸之间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 未来更大的可能是由台军方打出第一枪 因为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已经明确的表示 台军已经改变第一枪的界定 逾越界线就等于发出第一机 台军将做出反制 而这里所说的界线就是台方自行划定的 所谓领空和领海的边界线 这也意味着 一旦大陆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越过这条界线 台军方将率先向解放军打出第一枪 基于台湾岛的领空领海 都是中国领空领海的一部分 解放军的作战平台 进入这些范围实时巡航 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 前一阵 台军方称 大陆释放的气球进入了所谓的台湾领空 完全满足了台军所定义的第一机的界线 而台军当时的说法是 这些气球没有实时性的危险 也不愿意采取极端行动 甚至认为进一步采取行动是浪费弹药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台军坚持改变第一机的认定标准 要为解放军的巡航行动划定所谓的红线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其实这个改变很可能为两岸的统一进程 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都知道 在改变台海军事态势这个问题上 大陆是占有绝对主动权的一方 而台军方多年来一直对敏感问题 采取相对模糊的态度 两岸现状的维持是基于默契和善意 台军采用模糊战略的好处是进退有度 而台军方一旦将大陆的军机和军舰越过界线 当成是红线 那么就有可能武断的率先开第一枪 而解放军只要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 想要台军打出第一枪 可以很简单的让台军在实质上打出的第一击 从而等于开启了两岸武统的历史进程 而且局面将会对大陆更加有利 从法理的角度来看 台湾岛的所谓领空领海都是解放军可以巡逻和活动的范围 这是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 台军方划设红线的行动 等于给自己逼上了绝路 过去我们也说过 解放军有的是办法来削弱台军对所谓的领海领空的控制权 比如不断的释放携带侦察设备的气球进入台湾岛的上空 这种飞行器的释放成本很低 但台军的防御和攻击的成本很高 如果这是一种消耗战 那么台军最终将会被拖垮 第二种引发台军第一击的办法 那当然就是无人机了 包括廉价的多旋翼无人机 小型的固定翼无人机 插打一体无人机等等 台军对无人机喊话警告那都是不管用的 他们只能选择开火打击 而一旦他们开火了 那就等于开启了五桶的大幕 当然中国大陆是否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还要看我们自己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进展 要服从中华民族崛起这个大战略 如果大陆想要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那么晚几年再行动也可以 如果想要早点完成统一 那么天天都有机会 总体而言 台军方将大陆的舰机越过所谓的边界线 看成是第一机 实际上等于送给了我们开启五桶大幕的机机 至于中国大陆何时把握这样的机会 主动权完全在我们自己手上 留给台军的时间应该不多了